10月11日,宁奇铁路全线贯通,铁路南京站首次增开6对南京往启东方向的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列车,满足民众出行需求。 宁奇铁路是中国八纵八横铁路主通道之一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国家快速路网和长三角地区乘继轨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天上午7点钟左右,中国新闻社记者探访了铁路南京站,记者在后车大厅看到,已经有很多等待排队检票的乘客。 由于经常出差等缘故,乘客严先生对往返南京和启东两地感受最为强烈,当天,他也是提上行李来感受第一套开往启东的动车组列车。 很荣幸能赶到第一班宁奇铁路线,今天也是我去启东出差嘛,我特地给了今天出行。 前两个月坐大巴去启东花了五个小时,所以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 路上面花的时间也更少了,时间成本也变得更低了,非常好,特别好。 记者从铁路南京站了解到,该站当天也实施了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 调图后,宁奇铁路将首次全线贯通,南京至启东间也将首次开行短编组的CR200G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列车。 南京与启东间往来最快只需三小时二十一分钟。 我们临旗铁路西起南京至南通市的启东,延长江东西贯穿江苏中部地区,是国家快速铁路网和长三角地区的沉济轨道的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长了我们临旗的运行距离,增加了我们的运力,由原来我们地缘610个车厢,现在增加到720个地缘的车厢。 此次调途后,铁路南京站共开行旅客列车498.5对,其中安排周末高峰线列车58对。 据了解,此次铁路南京站增开的宁奇方向的动力集中型动车组是被大家称为绿巨人的短编组的CR200G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列车。 该车型在平面布置、内部装饰、人机界面等方面与和谐号CRH动车组相差无几,选成该型列车性价比较高。